还要来关心的是 齐美博物馆所收藏的提琴 来到台北故宫展出了 音乐家张正杰他为了探望 在之前许文龙借他的名情 特别到故宫 他说要看一下老朋友 来到故宫看角色名情展 张正杰不仅要瞧瞧 齐美集团许文龙的私人收藏 还要来看看老朋友 也就是这一把价值上益的大提琴 特别亲切 而且自己 我其实我后来会买我自己的名情 也就是因为拉了齐美的这把琴以后 再回来拉一般的琴 你会觉得根本没有办法 那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接受了 虽然只能隔着玻璃来见面 但是名情的故事可不只有这一段 故宫角色名情展 要从提琴的源头说历史 带着大家来聆听 也感受这些百年名情的动人故事 这个这把大提琴 这个1730年 真的都是很难得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藏 我想对于台湾一般的朋友来讲 就算你没有学业期没有关系 你来看到这些 你们如果要知道这把琴有多贵的话 那真的是上意 不管懂不懂音符 角色名情展说的绝对不是只有音乐的故事 每一把都是老至琴师的心血 每一位演奏家也替他们写下了曲折的音乐历程 等等台湾的民众一起来参与他们的过去 中天新闻 红水美国建信 台报道